还有心情在这里消花呢 哦 也对 你是聋哑人 可听不见我在说什么 你不知道吧 爹爹可帮你寻了门好亲事 再过三天 就要将你悄悄的嫁出去 听说那人是乡下地方的地主 家里有几个钱 就是普通人无法求恋的 他没注意到 段盈盈在听到他的话后 目光微缩 嘴唇抿了起来 他低下头静静的听着 其实跟你满配的 你又聋又哑 想家那些世家公子 贵族子弟 那是不可能的 那样的家族 人家是不会要你这样的聋哑人的 你要知道 就是爹爹也嫌你丢人 要不然 外面的人 怎么就只知道城珠府里 只有我一位千金呢 我才是闲着无聊才跑过来 说了你也听不见 浪费口舌 他嫌弃地瞥了他一眼 一转身 便离开了 也许是因为心里不痛快 特意来他这个聋哑姐姐这里找优越感吧 然而走到外面的他 停下了脚步 想到他顶着他的脸 嫁给了乡下财主 他就有种犯恶心的感觉 有个疯狂的念头 在心里浮现 而另一边 段父的院落中 父子三人在谈话 真是可惜啊 那样的一位人物 非父亲无缘得以一见 若能结交 一定对我们段家大有帮助 可惜 可惜了 可是 他杀了二弟的师尊 这是只怕 段城主迟疑地说着 想到当时孟家的那场暗杀 面对段牧白道 那场刺杀 出动了四名非先强者 几十名原鹰 是下了 毕至那奉九于死地的决心呢 岂有可能 是宗主让人做的 若这是真是宗主让人做的 只怕丹阳宗要麻烦了 奉九身边那人 可能是盐殿的盐主 那天若非有护宗长老说情 只怕当时宗主 就已经小命不保 我原本就担心 宗主会让人刺杀他 已经派两名弟子 出宗门找奉九 只是没想到 还是慢了一步 有盐殿的盐主 在奉九身边 想杀他 没那么容易 而且 别人不知那人是盐主 倒一回事 若是知道 估计怎么也不会 接着刺杀的任务 这倒也是 而且奉九的身手实力 本来就很出色 父亲 大哥 既然没什么事 我先回院休息一下 明天一早 我准备先回去了 如果家里有什么大事情 记得一定要通知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